民众PO网寻找车主 你的车被落果砸了 后挡风玻璃被砸出了一个破洞 不止一处前挡风玻璃也破了 抬头看四五公尺高的树上 结石累累 看来这凶手似乎跟旁边的地轮桃 树木果实有关 不知道这边会掉落果 然后就刚好停在这里的时候 刚好车子前后挡都被这个果实砸到 受害车主就是他 把车停在南投埔里东兴一街的路边 不知道旁边中的地轮桃 会有落果砸车 这果实不止坚硬 跟垒球差不多大 最重的甚至可达一公斤 要是从高处落下砸到人肯定受伤 地方民代找来镇公所 跟新大实验林的人员场刊 必须亡羊补牢 因为是在中兴大学 在我们镇里面的一个实验林地的一个果树 我们公所也提出一个方案给他们 如果说能够做一个防护网的一个措施 把它阻隔掉 在人行的公共空间上面 得到一个安全的保障 根据了解这地轮桃是外来种 后来作为景观树木 还能在有些公园或校园看见 但大多被移除了 比较不会被当行稻树种植 因为它的果实大 手果落地就怕伤人砸车 尤其粘液也容易导致人车滑倒 在它落下之前就应该要先做处理 那否则呢 还会有其他的民众受害 那在这段路我还没有注意之前 拜托大家 车子暂时先不要在这里停 马路边没有划设停车阁 但这里是白线 这段道路属于普里镇公所管辖 公所说 受害车主可提国赔 他们将在召开会议 厘清受害车主修车的两万多元 是否国赔 TVBS新闻陈家贵 红彩轮南投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